接替張鎮遠出任事件局主席的蘇慶和 曾經做過新鴻基地產和家里建設的執行董事 他強調主要做國內業務 做過不止兩份工都和地產商合作過 不會影響在事件局的工作 之前就算我在地鐵做物業總監的時候 都是要和地產商合作去投標我們物業上蓋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多點了解他們的思維 多點了解他們的工作上的需要 變成他們對於投我們的項目的信心更大 至於投標項目被嫌的問題 他說事件局有嚴密的評分機制 自己也不會出席評審委員會 又說上任之後要令市區重建做得更快更多更好 承認事件局都是地產商 不過就不是要賺到盡 不是賺到盡的 只不過是入市的時間 譬如很簡單 我剛才舉例給傳媒朋友聽 如果沙士期間你買了一些物業 現在物業升了那麼多 等於這些項目有時候入頭的時候 它的條件是非常好 但現在因為經過這十年八年的增值 變了看出來數字好像多了些 不過不要忘記將來的東西 一樣是越來越貴也不出奇 我們市建局是否地產商呢 其實反過來說 我們不可以說自己不是 但我們如果有錢賺的項目 全部都是放回公家 為市區重建和其他有關的工作 再出多一分力 市建局在西區市美飛路展開的 公下重建先導項目 遇上全部小業主反對 市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營就認為 不適宜繼續推行項目 現時交由發展局局長考慮 另外市建局有計劃在這個財政年度 推出觀塘市中心和深水埗海潭街項目照標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何榮生